我直接把这次档跟你超级比一比 台湾消费型的笔电大厂最主要是这两家 从营收来看的话 技价成长性最高 华硕跟宏基是什么样 是衰退的 以毛利来看呢 最高的是华硕 第四 宏基 营业率呢 维新 华硕 技嘉 宏基 第三季的EPS 华硕单季14.94 技嘉 维新 宏基 累计的前三季 EPS 华硕呢 累计前三季16.16 宏基前三季1.3 对比去年的第四季的话 华硕是两块 宏基是亏0.28 从本义比来看 维新最低 再来技嘉 华硕跟宏基差不多 那股本呢 都很大啦 宏基的股本最大